存檔,請注意,存檔之後它會跳出說,下列功能無法儲存在無聚集的活躍部 也就是在2007以後的檔案格式它有區分,無聚集跟有聚集 因為以前有聚集病毒,所以它擔心會有這種問題發生 那跳出來呢,如果說你存錯檔,如果你選擇4的話,很棒,因為之前有同學不知道選4還是否,他就亂選4 如果你選4的話,跟各位講一下,你剛剛寫的聚集跟VBA全部都會被刪掉 OK,所以請記得,存檔的時候一定要選否,如果你的檔案你剛有做過錄製聚集或者撰寫VBA的話,請記得選擇否 否之後的話,那要選哪一個才對呢?請你選擇存檔類型裡面,請你選擇第二個 有一個什麼?活躍部,預設是活躍部 活躍部,Esser活躍部裡面,它是不會有任何的程式存在裡面,當然比較保險 所以未來當然你如果擔心有什麼聚集病毒的問題發生的話,那你就選擇第一個 但是它會把裡面所有寫過的程式全部都刪掉 但是如果你要保留的話,記得一定要選擇啟用聚集活躍部這個選項 一定要啟用 啟用聚集活躍部這個按一個儲存,但它會另外存一個檔案 那它的副檔名也會改成本來的檔案格式是點XLSXX 新的這個格式是XLSXX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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X 在檔案上面有什么差异?其实各位可以看一下,你们的那个练习档里面,它会变成像这样的图示, 这个图示的话,图示的部分的话,我把它检视,把它放成那个超大的图示,那各位可以看一下,它最大的差别就是说, 在你那个图示上方,如果没有任何聚集的话,它就不会有惊叹号,可是如果你有一个惊叹号,它就是有聚集,也有程式在里面,那将来执行的时候呢,你要怎么执行呢? 请特别注意,如果把它关掉好了,假设我这边把它关闭,关闭之后,然后呢,这个把它也是储存好了,记得要储存for,那个启用具体的活跃铺,那未来请特别注意,你在开启它的时候,它预设是不会被启动的,除非呢,各位有没有看到,这很重要,因为如果你现在去执行那个按钮,它不会理你,你一定要先做一件事情, 安全性警告,这边有个按钮,启用内容,你要先把启用内容先点下去,你再能点这个按钮,否则的话呢,你现在点这个按钮,它不会理你,它会跳出说,没办法执行,主要是安全上考量,因为它担心说里面是不是写一些可能病毒啊,聚集病毒之类的,所以呢,如果你要执行的话,请特别注意,启用内容,然后这个时候执行才OK,不然的话呢,你是无法执行, 那当然可能会有同学觉得很麻烦啊,为什么每次都按一下啊,那如果你当然希望呢,不要按也能够执行的话,那你需要什么,聚集的安全性,把它改成什么,启用所有的聚集,但是它后面有瓜屋啦,不建议使用,为什么,因为会有危险性, 目前,看起来好像以前,很早很早以前有很多聚集病毒啊,不过因为微软有设很多权限控管,好像这个问题变少了,不过,但是还,我是觉得还是不要啦,你可以选这个啦,停用所有聚集, 但是会通知你,你按确定之后再聚集,其实OK啦,差别在这里而已,这部分的话,我想各位稍微了解一下存档的方式,那存完档之后呢, 接下来呢,我们再来看那个有关逻辑的部分,那逻辑的话呢,基本上最重要的,还是了解,一般比较常用的像是,那个什么呢,就是多重的逻辑, 跟这个交集,连集,and或偶尔,或者是and里面还有偶尔,偶尔里面还有and,就是连集里面还有交集,交集里面还有连集,很多复杂的逻辑判断啦, 当然如果你这些都OK的话,以后遇到问题,就会比较好解决,反正自动帮你做一些过滤筛选, 比如说呢,以这一题来看好了,在入门班里面有提到,综合评定里面,理论上当然合格不合格啦, 不过请你把它改成ABCD,ABCD,OK,A的话呢是80分以上,B的话呢是70分以上,C的话呢是60分以上,剩下不及格就是D了, 如果这个格子里面呢,我要填ABCD的话,那当然不是叫你用眼睛看啦,那太累了,就像我们改期中考试一样嘛,现在, 其中考试它就是不是要打分数,直接打那个数字,而是要打ABCD, 那这个时候当然我们就需要做逻辑判断,如果不会逻辑判断,那老师真的很辛苦啊, 因为一个班级那么多人,好像你们这么多人,如果每一个都要打一次分数的话,花很多时间, 所以呢,有没有什么方式可以做那个多重的逻辑判断,请各位先开启这个部分, 然后后面还有end or not,综合练习题待会我们再来看一下, 其实综合练习的第二题,里面也有一个所谓的这个多重,里面当然还有就是联集里面还有交期的问题, 所以这部分呢,请各位先开启那个逻辑函数部分,试试看我刚刚讲的这个部分就是, 但是,